哎 下面两个卖淀粉肠的 桃以前都是排着肠队 现在也是冷冷清清的 不知道轻薄等会不会买 因为每天放学的话 他都会买一根 来先垫一下鸡 拿着烤肠回来了 高高兴兴的 你看 哈喽 哇塞你还敢吃烤肠吗 啥都咋的 一会儿等你吃完再说 你看 我先让你最后再品尝一下它的美味 然后等会儿我再告诉你 那你不吃的是妈妈吃了吧 拿来 你说 你说她不知道咋回事不敢吃了 咋回事 到底咋了妈妈 给你先看一下 先看个视频 骨泥是啥呀 骨泥是啥呀 骨泥就是咱们吃的那些骨头 鸡鸭鱼肉那些骨头 然后磨碎之后 你知道这种骨泥一般是给谁吃的 宠物 好可惜呀 错了 鸡鸡鸡每天都吃 超可惜一根的 你再往后看 后面还有呢 后面还有咱们中标的呢 你看这个骨泥到底来自哪里 不要吃啊 你赶紧先听 看到了没有 第二个是什么 奶茶 果饮之类的 这就是你经常喝的 宝宝 还有第三个 你看第三个是什么 梅菜扣肉 这也是情宝最喜欢吃的 你知道什么是草头肉吧 草头肉就是猪的脖子这一块 淋巴系统 它那是排毒系统 毒素最多的地方 吃那个肉的话容易致癌 你知道不 没想到我命这么大了 每天都在吃一些这种东西 科技类的东西 对不对 还有很多你后面再看看 你喜欢的鸭血了 不要你看了 不要你看一会慢慢看吧 看完这之后有什么想法 没有能吃的东西了 是不是 没有了 所以我说让你把这个再吃一口 再品尝以后最后的美味 你每天吃的 别说这样 为什么不行 以后奶茶还喝不 果饮还喝不 梅菜扣肉还吃不 鸭血还吃不 淀粉肠 还有很多 你喜欢去超市买的那个 橙河的水果 这不可惜 这不在厕所里 不呢 好了 你就吃了一口 你能把你之前的都吐出来吗 宝宝 赶紧出来吧 快点 吐完了 那下次咱们吃东西就看配料表就好了 那你这个淀粉墙啊 人家在烤的时候把那个外包装都已经撕掉了 你知道里面是啥吗 你能看出来吗 也对啊 鸭血你能看出来吗 对不对 以后不吃路边糖了 以后对 以后要尽量的架 以后还要去吐 你把前几天的都吐出来吧 以后我们尽量远离这种东西行吧 那好了 为了你健康考虑 就这样吧 相信很多人都已经中标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